李太元的萬聖節踩踏悲劇 帶走156條人命震驚全球 尤其罹難者多為年輕生命 更是令人惋惜又不聲唏噓 韓國總統影席月隨後在30日 宣布全球進入哀悼期 無論大型活動陸續宣布取消 明星們也紛紛暫停相關行程 連社群網站上的破文也幾乎停止更新 在這樣敏感的時機 又經傳NCT1月7的演唱會爆發推擠意外 根據現場粉絲描述 在拋球給台下粉絲時 搖滾區粉絲便不斷往前推擠 最前排的欄杆承受不住後倒塌 讓靠在欄杆上的粉絲因此往前摔倒 還有約30名粉絲跌倒後昏迷 被工作人員及保全台出場外救治 有粉絲說明 在發現台下開始出現推擠狀況時 成員們就已經多次提醒向後退 問台下粉絲有沒有人不舒服 但仍無法阻止 事後成員們即便慌張 還是努力保持鎮定 第一時間安撫粉絲情緒並維持制式 最後主辦單位只好宣布演唱會中斷 至於隔日的演唱會則會照常舉辦 但承諾他們會加強秩序管理 請問台下粉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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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台下粉絲